第二阶段的有条件管制令在6月9号才结束 但是越来越多人开始放松 一再违反行管令 跨州回乡探亲 警方昨天就拦截了500辆企图回乡的交通工具 并指示他们立刻折返 由于政府好言相劝无法取得效果 高级部长伊斯迈沙比里今天宣布 恢复警方开罚单的权利 凡是违规跨州的人士一律罚款 警方昨天在全国146个地点展开路检 截查了超过28万辆交通工具 当中500辆车子企图违规跨州 司机被劝告打道回府 另外还有72个人违反有条件行管令而被逮捕 眼见名玩不灵的民众是越来越多 政府决定恢复罚款措施 于此同时执法单位也逮捕了 1408名企图通过海陆和陆路偷渡来到我国的非法入境者 并将14名偷渡集团的头目逮捕归案 另外针对大马职工总会指 政府只要求外劳进行一次性的新冠病毒筛检 无法确保员工能完全免受冠状病毒威胁 以斯迈澄清政府目前只是强制雪隆地区的外籍保安人员和建筑工友检测病毒 原因是这两个领域的外劳都出现了感染群 职工总会要是不放心可以自行决定筛查的次数 伊斯迈说外劳接受病毒筛检的费用 依然是由涉嫌机构和雇主承担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